请先开金本 第二面 倒数第二行 第二面倒数第二行 模拟围长 长放光明 横出妙音 重宝罗瓦 妙香花音 周扎垂布 模拟宝王 变性自在 欲无量宝 其中妙花 分散余地 薄树行列 枝叶光茂 到这里是一个小段 这一段经文 虽然不长 这个舞剧 就是设了武装四寝 首先跟我们说明 模拟为体 佛经里面 常常称说 模拟宝珠 他的得用 是无边的 就仿佛像西方神话里面所讲的神灯 如果你得到模拟宝珠 这个心里想什么 他就能变些什么 能得自在受拥 那么是不是 有这种宝珠 我们姑且不论 要知道 佛在经里头所说的意趣 这个宝是 自己的真心本性 真如本性 用模拟宝珠 来比喻 来形容 是很恰当的 世出世间 一切法 心相似尘 那当然 是真正的模拟宝珠 这个第二句 讲的光 第三句 讲的音 光跟音 都是它的作用 常放光明 横出妙音 光 是非常微妙的物体 它的像状 非有 非无 你不能说它 有 它没有体现 你也不能说它无 它有现象 说明 像有体 哪些是光 万思万法 都是光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实在讲 是初心 大意 不知道 眼前所现的 万事万象 都是光化的作用 光化无 一切人事无 通通 都是 所以 有一些 特异功能的人 甚至于有一些 念气功的人 他们看到人 每一个人 有光 有的光环 包住 这个形象 光的大小 不相同 色彩 也不一样 人有光 动物 也有光 看到的是 小狗 小猫 都有光 乃至于 更小的动物 蚊虫 蚂蚁 也有光 植物 也有光 矿物 也有光 我们的 坐一板针 都有光 砖头 瓦裂 也有光 光里面 寒色 无量 无边 的 色相 这些色相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 这才是 此事 真相 因此 觉悟的人 这些人似无的色相 他可以受用 绝定 没有 执着 为什么说 不执着他呢 因为他知道 当相 即空 了不可得 就在现前 当相 即空 佛在 《般若经》里面 跟我们说的很多 说的很详细 很清楚 他说 一切法的 云生的 应云生法 凡是云生之法 都没有自体 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就是 当提借空 了不可得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因此 不仅仅是 离四无碍 是在讲 四四无碍 为什么四四无碍 当相即空 所以 他们有障碍 这个现象 《华言经》里面 讲得太多太多 非常丰富 因是因身 光于阴 诸佛如来 用他来做佛事 这个做佛事 这句话的意思 觉悟动神 动神在迷惑 如何帮助这些动神觉悟 这个光于阴呢 就是两种很好的工具 第四句跟第五句里面 将的罗网 阴露 众宝罗网 妙香阴露 它的作用是 周扎垂波 它这个作用 菩萨在阴地 如来在果地 菩萨在阴地 因地修行 修个什么 说实在的话 除障而已 古德所谓的 但除妄想 切莫密真 你不要去找真 你只要把妄除掉就好了 不要去找真 为什么呢 妄除掉就是真 你再要去找真 那叫头上难头 又错了 要知道 要知道 力量妄就是真 所以妄 妄的作用 是防止 妙虚 这个妄是罗妄 罗妄 在新加坡 我好像没有见过 中国大陆 皇宫里面有 中国大陆 这些大的寺院 我很少去 没有注意到 但是在日本的 一些大的寺庙里面 都有罗妄 用童丝编成的 保护 它这个两根柱 因为这些两根柱 都是高度的艺术品 雕梁画动 这上面高度艺术 怕鸟到上面去蓄污 把这个艺术品破坏了 所以就用这个罗妄 把它包起来 保护它 罗 作用是在此地 也相当的 美观 做得很精致 那么佛经里面 常常讲 大凡天的罗 那当然比人间更美 更要殊胜 我们只取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 防止鸟瘸 来蓄污 破坏艺术品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防飞 只顾 这个高度的艺术品 是什么 是心性 哪些东西来破坏我们呢 魔王外道 防止魔外道 就是罗王 罗王 阴落落 不但是一种装饰品 而且防飞之雇 小魔 福外 魔跟外 昨天晚上 跟诸位 提示出来 希望大家 要留意 魔是烦恼 你看 世尊在八大人绝经 八大人绝经不长 很多人都能够背诵 这部经里面 给我们讲 有四种谋 第一个是五阴谋 第二是烦恼谋 第三是死魔 第四是天魔 这个四样东西 障碍了心性 使我们本有的信德 不能够限制 我们要想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先要把魔障消除掉 五阴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五阴 五阴是四受想行使 这个身体是物质 物质是色法的色因 物质 除了这个物质的色法之外 还有收 收是你的感受 想是你的思虑 行 行就是这个念头 不住的生命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永远在那个地方 循环不能够停止下来 实 就是指的阿赖耶识 佛法里面称为神实 世俗人叫它做灵魂 实在讲 这个灵魂不太恰当 这个魂要灵 它一定会选择 很好的地方去投胎 它就享福 它怎么会落到这么些苦呢 可见那个魂不灵 迷魂是对的 那个没有错误 迷魂绝对不灵 绝对不灵 我们佛门里面叫做神实 这个是很厚佛道理 神 神起莫测 实 实是 它有了别的作用 它有寒藏的作用 极其种子献献 它有这么许多作用在里面 所以称这为实 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在六道 实身受身是它了 在舍法界里面也是它 将来修行正果做佛还是它 它要真正明心尽性了 它就转了 就不再叫神实了 那么在相宗里面叫大远尽智 或者转成智了 是转成智了 这个一般经论里面呢 称之为真如本性 真心 离体 法界 名词很多 在佛经里面 我看有一百个以上的名称 都是说这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 这是佛说法的善巧 让我们知道名是假名 只要意思对了 不要执着名相 怎么说都行都可以 佛自己本身就不执着 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模范了 佛不分别 不执着 真正做到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说法无疑不是恒顺众生 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名词 就跟你说什么样的名词 只要意思达到就行了 那么这些地方 我们都需要学习 光 佛菩萨的光 觉悟人的光 是智慧光 这个光的颜色好 静色光明 黄药之神 黄药之神 不但自己 住真社会 而且这个智慧之光 能够加持一切众生 众生 心形 与大方广相应 或者我们说 无量寿金的经体也好多 清净平等觉 相应 清净平等觉 五个字 就是大方广 与这个相应 智慧光 就能加持到 它就起床 这就是慈悲之音 这个慈音 关怀之音 爱护之音 教悔之音 教悔之音 谢祖之音 祝福如来 法身大肆 世先在设法界 世先在六道 无不是以利益众生 为能事 不为自己 没有自己 说真的 众生就是自己 万物就是自己 所以 全心全力 为众生 为万物 去服务 这个礼明 包含的 行门 无量无别 佛家在讲学 总用归纳的方法 使大众能够 举一翻三 文艺之实 比如 愿 平常我们讲的 四宏是愿 在本经里面 我们看到 普贤菩萨十大连 在无量寿经里面 我们看到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我们也要效法 祝福如来 要法愿力生 发愿之后 一定有行 如果我们没有行 这个愿是空的 一行去填愿 愿中有行 行中有愿 行愿交织 就像罗网 阴落一样 落实在 增河当中 就是借相 就是借相 欲博 借是这个人的德行 有道德 有学问 香 是这个人 所作所为 利益社会 利益广大的群众 那叫香 这个香 用现在的话讲 知名度 这个社会大众都知道你 都尊敬你 都凉慕你 这叫香 不是真的 那个香味 横移 如来 似设法 除世 待人 结婚 全要落实在生活 这句好比 应落 周大 吹福的意思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恒是 永恒 从来没有间断 不识 看看众生 看看社会 缺少什么 就要识什么 要懂得不是 要会观察 主 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之 你要能够观察世界 观察社会 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大家 缺少什么 最明显的 缺少佛法 可是我们说 缺少佛法 大家不以为 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哎呀 这个能够缺乏 好事 不是坏事 所以我们必须 把这个名词 遍一遍 缺乏 觉悟之法 这个他听起来 会点头 众生都是迷惑颠倒 什么方法 帮助他觉悟呢 确少 觉悟之法 迷在什么地方 内里面 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自己 古德常说 人贵自知 一个人最好 最贵的是什么 自知之命 谁自知 祝佛如来自知 自知而后就能知人 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 圣人 圣人的标准 就是对于业切四里 通达明了 这样的人 中国人叫他做圣人 那么今天社会上 缺少 圣贤之学 圣贤就是 智慧之学 植物之学 明了 宇宙人生 真相的学问 缺少这个东西 于是乎一切众生 迷惑 早已 感受的种种苦暴 这些不善的现象 就现成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晓得 我们应该不识什么 那么这是讲的 大前提 大纲点 说在日常生活 细心当中来讲 现在的人不懂得孝顺父母 我们要不识孝顺 怎么不识呢 自己要做出一个孝顺的榜样 给社会大众看 启发大家之物啊 所以我们做就是不识 现在社会上 年轻人不晓得尊私重道 我们尊敬老师 也做出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这不识 不识尊私重道 现在社会大众 习心动念呢 都落在贪嗔吃慢里面 那我们要不识 不贪 不嗔 不吃 做出样子出来 就是不吃 就如同祝福如来 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他们所做的 他们这一生的生活 用一句话 把它说出来 祝福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界 无论视线什么样的身份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无疑不识 受持读送 为人言说 就说完了 他视线在世界干什么 我们华言间到最后 无疑不识三餐 无疑不识三为善之事 你要问他 他表演的是什么 就是受持独送 为人言说 受 受 接受 世出世间 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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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会 一教 奉行 这是受啊 持识 永远保持 永远 做下去 活到老 学到老 舍不疼啊 没有 剪断的 没有 休息的 念念 都在给大众 做一个 好样子 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的好样子 言语 言语的好样子 造作 是一切造作的好样子 就受持 现在世间人 不念圣仙书啊 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身体所接触到的 谁所尝到的 都是妖魔鬼怪呀 那我们要布施 我们要布施 圣仙的教学 事处事件 圣仙的典籍 我们常常读诵 自己的利益 也叫别人看看 你看我们其他的书籍 都不看 报章杂志 什么东西都不看 看圣仙书啊 学作圣仙人啊 这就是大布施 布施 不是将天天拿着东西送人家 拿着财物去供养人家 不是这个意思 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教人啊 看到了 听到了 接触到了 回头 改过自信 我们的布施的功德 就达到了 所以我们要读诵 圣仙的经典 奖励别人读诵 圣仙书啊 特别是对于儿童 小学生 我们可以奖励他读经 甚至于我们可以 学历专门的奖学经 读好 我这次 在台北 台北 有一位居士 非常发心 他把工作辞掉 教小学生多件 他收了一百个小学生 这些学生呢 最顽皮的学生 在家里面 父母教不了 学校老师 也没办法管教 里面很多智障 有问题 他专门收养啊 这些 父母 老师 没有法子教的这些儿童 他手来教 非常有耐心 帮助智障 有问题的小朋友 开智慧 训练他清净些 不容易啊 教他读四书 读唐诗 读这些古籍 这两年来很有成就 我看到很欢喜啊 教小朋友写毛笔字 写毛笔字是修心养性 心要定不下来 那个一笔就写不好啊 我看到一个六岁半的小朋友 写的几个字 就表起来挂在这 写得很好 还有一个九岁的小朋友 小学三年级 六岁半的是小学一年级 这一批人里面将来决定有成就的 有出来拔萃的借出人物 他的心学没有白费 我特别提醒他一句话 小朋友在你这个地方训练 训练个 纵算长吧 十年八年 恐怕不可能有这么长的事情 大概我想的两三年顶多 他离开你了 到别的学校去了 看看人家所做所为 跟他自己现在念的不一样啊 回到家里面 小朋友去学圣学行 父母去不是的啊 一看不对头 那怎么办呢 这书上骗我们的 大人做的都不是书上的啊 社会是个大燃缸啊 在你这里短时间很亲信啊 除了你这个燃缸之后又被污染 你不是全功尽弃吧 他听我这个话也愣了 我说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你要不断地教小朋友 常常给他说 不要学社会人的样子 不要学父母的样子 我要做好样子 给父母看 给社会看 叫他学我 我不学他 你就成功了 这个理念呢 天天灌输啊 大人做的 知道他跟我书上讲的 古圣仙仙讲的不一样 大人做的错了 我做的对了 大人要跟我学啊 我不能跟他学啊 我念过圣仙书啊 他们没有念过啊 这才能收得到效果 才能做到那个耻啊 受耻 耻之又恨啊 每一天读诵 养成读诵圣仙书的习惯 圣仙书里头 味道长啊 味道浓啊 世间之落 实在讲 什么样的落 没有读尽这个落浓厚 那你来尝尝看 你说你一做几天经 苦死了 这哪里都有落的 没落啊 不如去看电视 看电影 看戏 去那个落啊 什么原因呢 你虽然在这做经 做了一步经 经历的什么味道 没有尝到啊 你是葫芦村枣 你没尝到发味 如果你要是细咎慢咽呢 尝到经典的发味啊 噢 这个落的时候 世间什么样的落 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啊 所以你要晓得 老僧入定 入定不一定是叛退大作 心里头没有妄念 就是定 多松经典也是不定啊 他在享受啊 他不是在受苦啊 他在享受啊 无上的妙落 他在那受用啊 凡夫哪里知道 哪里懂得 好像看着这个修行人在哭作 这个世间许多好玩的地方 他都不值得享受 傻瓜一个啊 到底谁傻 恐怕说人家傻瓜的人 自己傻了 所以这个里头啊 真的有落去 所以我们要懂得 布施怎么样修法 绝不是 讲到布施 就拿一点钱的时候 拿一点物品 就试试送给人家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学佛的人 要自己以身作则 做出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就是布施 学会缺乏道德观念 我们特别注重道德 遵守道德 旅行道德 这不是吧 世界人喜欢达妄语 我们真是 世界人喜欢达妄语 哪些是调拨是非呀 我们对于善人 卧人 平等 共进 这就是对社会 对一切众生的 实现 第二个是爱 这个爱 关怀的意思 真正的爱护 不是甜言蜜语 并不是讲这个话 大家都是喜欢听的 不是的 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 你教训他 贺耻他 贺耻他 自备他 骂他 为他好骂 那些都是爱 安慰他 奖励他 奖励他 劝勉他 都是为了利益他 这种言语 就叫做 耐语 父母爱护儿女 对儿女犯过错 责备很善 老师爱护学生 学生有过时 一定要受引力的出发 那些贺耻自备惩罚 都是爱 都是爱护他的 第三个叫利心 利益一起众生之心 我们苏族所为 都是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凡是不利社会 不利众生的 决定不足 幕后同思 同思 就是经上讲的 应以什么生得度 就献什么生 献同类身 在我们这个世界 应以人生而得度的 释迦牟尼佛实现的人生 他才能度在掉我们 他要实现一个天神的身份 我们不敢接近他 一定要献一个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身份 我们才欢喜 接受他了 佛要度出身 一定要到出身 一定要到出身里面去投胎 献出身身 献他的同类身 才能度出身 这个经典里面都有 佛要是度那个猪 他要在猪里面投胎 也变成一只猪 天天在猪圈里面 给那些小猪们讲经说话 那这真的不是假的 佛要度摩鬼 一定要变现一个鬼的身份 给过鬼道 讲经说法 在哪一道 献哪一道的身 你才能度得了众生 同似血 应当说什么法 就给他说什么法 我们在经典里面 要学这些东西 我们多了 听了 学会了 马上就起作用了 那么像我们现前的社会上 现在分工很细 你遇到哪一类的人 哪一届的人 哪一个行业的人 你给他说什么样的法 这个法一定是帮助他 在他自己这个行业当中 能有成就 他就喜欢了 如果与他经营这个行业相互一倍的 他是一个经商的商人 是个企业家 你去劝他来当和尚 那怎么行呢 这决定办不到 对吧 他怎么能接受 那他是个商人 你就要说法 帮助他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成功的企业家 佛经里面讲的商主 商业界的领袖人物 他高兴了 他能接受 他欢喜 所以 说什么法 一定要应急 佛说法 这佛经称为其境 上其祝福所振之礼 下其众人可度之极 那么这个叫四舌 四舌在这一句经文里面 就是阴乐 阴乐的垂步 垂下来是表这个四舌法 戒阴一起重生 下面这一句 魔力保王 变性自在 与无量保 第一句里面 他喊的意思 神通如意 变性自在 众生根基的差别 无量无边 你有智慧 你有能力 神通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能力 技巧 你的方法非常巧妙 无论什么样身份的人 无论哪一种行业的人 你一接触 你多有智慧 多有能力 多有善巧 方便 帮他 令他欢喜修学佛法 能把佛法用在他的现实生活上 用在他现前的工作环境里面 帮助他成功了 帮助他的事业顺利 帮助他达到圆满了 这个就譬如是摩尼与宝 这才是真正的宝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 发宝 发宝是无量无边的 第三句 集中药花分散与地 这个散花 散花 在事发里面 所以天女散花 标 无量的阴险 普遍的庄严大地 我们在 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天中空中的雨花 花落到地面 自自然然形成一种 像地毯一样 而且地毯的花纹组织 非常微妙 并不凌乱 此地所讲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是以无量的德行 无量的智慧 庄严新地 这个金刚宝地 是我们自信的心地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性 我们庄严自己的心地 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 六度万恒 这个是心地 真实的状元 后面这一句 宝树行列 枝叶广袤 书 底下还有一段新闻 跟我们说宝树的状元 树是代表尽力 尽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